航母的建造对于中多国家来说是必要的,尤其是各大国。 中国如今有了自己的航母,并且在陆续建造全新航母,中国已掌握的航母建造技术。 但同美国相比,还是稍显得薄弱,美国有11艘航母,凭借着庞大的海上航母战斗群,向全世界展示了航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。 曾经,也仅有苏联能和美国媲美,而如今苏联解体,众多国家都把眼光投射到俄罗斯身上,但事实上,俄罗斯海之仅仅拥有一艘现役航母库兹涅佐夫号。 令俄罗斯苦恼的是,除了库兹涅佐夫号航母服役时间太长的问题之外,它的许多部件正在老化,并且经常进行小修理,就消耗了人力和财力。 此外,人们现在将目光投向俄罗斯,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军事大国,一艘这样的航空母舰,确实让俄罗斯丢脸。 此外,据了解,俄罗斯因其老旧的航空母舰,而多次被西方国家嘲笑。 由于种种原因,现在的俄罗斯由于生产水平的原因,已经不能胜任,造就一艘新的航母攻击使用。 也就是说,即使现在给俄罗再多的时间,由于其落后的生产水平,它已经不能够新资独造一艘航母。 这对曾经的泱泱大国来说,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,中俄的关系一直交好,双方的军事实力也是仅次于美国。 最近俄罗斯的一件大事,的宣布,引来了很大的震撼。 俄罗斯工业副部长奥列格表示,俄罗斯将在远东开始建造一艘七一万吨的重型和动力破冰船。 这艘船甚至比他们正在维修的古兹涅佐夫号航母还要大数不少,这艘船的性能想必也会非常优秀。 就在俄罗斯刚说,要建七万吨破冰船的几小时后,中国就送去了一份大礼,俄罗斯正式接收了一艘由中国生产的四万吨级浮动船物。 这艘浮动船物对于俄罗斯来说可谓是相当关键,因为它的船物容量比俄罗斯的船物还要大数许多,这不仅缓解了俄罗斯造船厂的压力, 还为俄罗斯建造和动力破冰船,提供了生产地点,解决了俄罗斯的一大难题。 另外,我国还向俄罗斯送去了数台农门调,这些都是俄罗斯生产破冰船的保证。 目前两国已经签订了合作协议,并且从中方送去了大批的装备,看来两国合作很快就要开始了,俄罗斯方面也没有闲着。 为了表现出自己的诚意,普丁已经表示,会将最新一代的拦截导弹,优先交付中国使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